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嘻哈高雄 我是咪咪佳 最近呢 吃了好多的大餐 我也很想運動減肥一下 可是沒辦法 在高雄美食界 我也是堪稱天后的地位 就有責任帶著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去各地吃美食 主持這種美食節目 就是會有這種職業傷害 咪咪講啊 賣歡樂啦 為了不要讓我們攝影師 每次都從高角度拍你 今天要帶你去 可是一間運動風格的餐廳 蛤 那不就代表會有很多 運動型的帥哥 說到這個你就撈手了 這間店的老闆是籃球員出身的 不僅帥氣挺拔 料理一手好菜 那場林風格 更是十足的美食工業風 那不就代表我今天可以吃美食 還可以大飽眼福嗎 唉唷 不說了啦 我要跟我的林書豪約會去囉 好哥 走錯邊 阿講到運動員開餐廳喔 是不是充滿無限的想像啊 喔 餐廳裡好像有很多美式 復古有趣的擺設喔 看來喔 老闆非常有想法 趕快來認識一下吧 哇 是不是很有復古美式的感覺呢 而且因素我們的老闆 也是籃球員喔 好 那在這邊呢 歡迎我們的帥哥老闆Ben 大家好 我是Ben 哇 我看到這邊的早餐看起來 好好吃喔 可不可以請老闆幫我們介紹 我們可以從哪一道開始吃 呃 那我們從 法式煎蛋吐司 這一道先開始 這是用丹麥吐司下去製作的 對 而且它整個是 看起來它整個蛋液都是有沾進去的對不對 對 我們是有果蛋液 然後用butter下去煎 煎過之後 我們上面還會灑一些糖粉在上面 增加一些口感香氣這樣 好香喔 好 來吃吃看 它連咬進去都有一個濃濃的蛋香耶 這個其實單吃就很好吃耶 對啊 它口感QQ的 嗯 來吃吃看它是 有配 像這個裡面它就是有配到培根 對 然後火腿跟蘑菇 對 炒蘑菇 我巴材下去煮 欸 這個蘑菇的味道很香耶 我覺得女生很喜歡這一道 很多 很多女生都會點這一道 它有點像甜點耶 而且它不是外面你吃到那種 一般的法國吐司 一般我可能吃到 只有吃到外面有沾 可是它裡面的味道就沒有那麼的香 製作這一道的時候 有特別花什麼心思嗎 呃 用心啊 用心 用心製作 真的 因為我覺得它還滿特別的 運動員出生的老闆喔 孤零是真孤雞啦 阿花說回來喔 當初怎麼會想到要在這裡 開這麼一間美式餐館呢 我們是同好 大家同好一起想說要開一間店 因為我們都是運動員 然後真有一個場地 可以讓我們就是做一個聚餐 然後一個休息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才會有這樣子的構思 開在這間店這樣子 那像在開這家店啊 因為從運動員畢竟跟餐飲它算是一個很大的 差很多 那在這過程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困難 其實 呃 怎麼講 我們這些餐點 基本上我們都是運動員 然後 重點我們是喜歡吃啊 我們很喜歡到處吃 所以說 吃過很多不同的餐點之後 那也有一些想法 那我們有些想法 可能我們沒有實作經驗 我們會請教一些比較有專業水準的廚師 然後來都幫我們做指導 才會有這些菜式呈現出來這樣子 所以其實 沒有說特別去 可能拜師學藝 都是自己邊做 做一些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然後一直去嘗試那個新的味道 而且你看我們眼前這一道呢 就是我們的 沉香雞腿排 沉香雞腿排 對 它是用沉香調配美乃滋的 有一點香橙的味道 香橙 對 雞腿我們也有醃漬過 我們用自己的方式 配方去醃漬過 這個醬汁好濃喔 它完全就在那個雞肉裡面 混合開來 而且它的醬是沉香 是比較解膩 它就是稍微讓雞肉的味道 稍微讓它重一點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沉香 它是因為有一點 真的是像你所說的 有一點解膩的感覺 然後帶一點香氣 比較清爽 然後讓它融合在一起 所以它是一個比較 蠻搭配的一個方式 對 而且這個應該 像女生就是 我覺得女生會喜歡吃 比較有骨香的東西 對 蠻多女生喜歡的 這一道豐盛的早午餐 還搭配了丹麥吐司 炸薯條以及炒蛋 還有清爽的生菜沙拉 一整克吃下來 我給你保證 滿足你挑剔的胃喔 這個算是 早餐裡面很常會出現 這算是歐姆蛋嗎 對 肉醬歐姆蛋 這個肉醬是我們自己 用自己的方式去做呈現 光是這個肉醬 我們就在試的時候 就已經大概 失敗不下一二十次 他們的肉比較稍微粗一點 對 有一點辣欸 因為它是辣醬 可是我覺得它有那個辣醬 它吃起來反而有點開胃的感覺 對 因為它有一點 它裡面有放 有一點酸酸的 青椒條 青椒條 墨西哥青椒條 然後它會帶一點就是酸 那種 對 我剛想說怎麼會有點 很特別欸 你很少吃到 因為墨西哥醬都會辣嘛 對 然後那個帶一點點酸 我們有加其他的醬 所以說它會有一點酸 有一點辣 然後有一點嗆 對 我是希望說提供 就是有這樣子的一個嗆的味道 而且我剛剛吃那個蛋 覺得它吃起來的口感是 因為如果是歐姆蛋 我們想像中 它就是很軟 然後你會覺得蛋汁 比較沒有那麼熟 可是你們的還滿特別的是 它剛好做到它一個中間 它的蛋吃起來是熟的 但是它是有一點滑潤 對 這就是火候上面的一個控制 比較重要 因為其實比較美式的話 它就會比較乾 比較日式的話它就會比較水嫩一點 那我們這個做法基本上就是盡量讓大眾的口味 都是大眾都能接受的口味 所以說我們會稍微讓它太濕跟太乾 乾中間 抓一個中間紙 店裡的裝潢 多使用木頭以及磚牆做整體的設計 希望呈現美式粗獷的風格 此外老闆更從國外帶回來許多海報圖片 等復古的擺飾喔 讓店裡充滿濃濃的懷舊情感 二樓舒適寬敞的用餐空間 也歡迎大家包產辦派對 接下來老闆又端出電影的狠角色 這個叫什麼名字啊 這個叫 看起來很像叫什麼巨無霸之類的 這是Oh my God牛肉吧 有有有 你一看到就Oh my God 我感覺一口咬不下去 而且特別想要把它拿過來 你看它這個 我覺得它的那個層數啊 就是一層兩層 大概可以以 可以用85來形容了吧 這個一口應該吃不進去啊 這要怎麼 這大概手掌膏吧 大概手掌膏 可以跟我介紹一下 它裡面有哪些配料嗎 第一層就是生菜嘛 生菜 番茄 洋蔥 洋蔥 蔥黃瓜 然後再來就是 牛肉 而且這是厚的 對 我們一片漢堡排 大概就是150克 大概5盎司左右 一片5盎司 對 哇 那算很厚欸 是的 對 然後我們剛剛算是第五層 那接下來 然後再來培根 然後再來鳳梨 鳳梨片 然後再來另外一層的就是 第二層的牛肉 牛肉 喔天啊 汪子 汪的牛肉提供兩片 對 因為 好 八 然後再來就是 一樣在上面就是培根 又是培根酒 跟 洋蔥圈 十層的漢堡 超級有料 這個 整個下重本欸 那 如果我們要吃的話 會比較建議怎麼吃 如果你不介意吃相的話 通常我們會建議說 可是壓下去 喔 壓下去吃 讓那個肉汁直接散出來 然後可以 就是麵包上面都會有肉汁 喔 就剛好沾滿了 對 那如果你會介意說 你的吃相的話 就是可以把它拆開來 喔 就可以拆開 然後我們可能一片一片分食的吃 你就是變成說 可能我另外一片肉是單吃 喔 一片是夾在裡面 對 這只有無法 等一下我把它拿起來 老闆你確定你自己 如果是你自己本身 你有辦法吃嗎 我老實說 你一口也咬不進去吧 老實說我沒辦法 所以你們有過 曾經有看 他真的是壓下去 他可以一口吃的 對 有 曾經有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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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給我一點時間 嗯 嗯 你看到它多厚嗎 而且這個 牛肉的那個漢堡排 是你自己做的對不對 對 我們還是強調說 在於手工去拍打它 讓它覺得 讓它這個 肉汁包覆在裡面 而且它這個肉汁啊 你看喔 來個特寫 它是有汁的耶 它這個會有汁噴出來的 你整個吃到後面 你會覺得 可是我覺得享受美食 不要太注意形象 吃漢堡本來就是 對 吃漢堡其實本來 就算是比較豪邁啊 因為每次 美國人他們也都這麼吃嘛 那而且你剛剛吃到裡面 就是它 因為老闆很貼心 他知道如果你只吃肉的話 它會很 很膩 而且裡面就是有加水果 對 番茄 生菜 然後還有洋蔥 要征服這一個 Oh my god 大漢堡 真的是不要 顧忌形象了 大口豪邁的咬下去 才是最過癮的吃法喔 再來一盤爽口的點心吧 它是用墨西哥的餅底 它外皮比較酥脆 然後 在裡面再加上 美國起司 跟麻糟肉的起司 那我們另外還有提供的是 沙沙醬 就是因為一般起司 吃起來 吃多的會覺得 比較膩 所以說我們會增加另外一個沾醬 就是沙沙醬 讓你可以覺得說 不用這麼的 可以解膩 對 而且我覺得它的起司吃起來 不會過鹹耶 是啊 其實它剛剛這樣吃是剛剛好的 而且它整個那個 這兩個起司跳得太好了 那我們來吃吃看它沾那個沙沙醬 其實吃法還滿墨西哥的吃法對不對 算是 沾一個醬料這樣子 哇 好香喔 這個我知道適合什麼 笑茶 因為你可能沒辦法吃這麼多 它也甜甜味截嘴茶 對 吃美式料理喔 要喝上一杯重烘焙拿鐵才過癮啊 濃烈的咖啡香氣如何還會回甘耶 還有這一杯 我剛剛喝完一下去的時候 我剛剛瞬間覺得我很像被咖啡揍回去 重疾耶 因為它非常的濃 然後喝進去現在到後面 舌頭會有一個淡淡的一個咖啡香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其實 你不要看它一小杯 其實它可以喝很久 因為它的味道很濃 其實它是慢慢一口一口一口 這樣慢慢品嘗 想要品嘗到全天候供應的美式早午餐 趕快來找老闆吧 請問一下穿這樣是要幹嘛 是要給我指揮交通是不是 先生這也不能進來走開 再來怎麼說我也是嘻哈一姐 我應該要穿美美的在餐廳裡面吃東西啊 別客氣 別客氣 接下來這間餐廳喔 也很符合你這一身打扮的 請問像我穿這樣是要去工地吃便當嗎 我才不要咧 當然不會是工地啊 不過就是幾個貨櫃組裝成的餐廳啦 貨櫃 貨櫃耶 會熱死吧 不要 不要啊 欸欸欸 身為嘻哈一姐 可是要展現美食主持人的專業度喔 好啦好啦 再怎麼說呢 只要能吃到美食 也算對得起我們節目的觀眾啊 就讓我帶著好奇心 一起去貨櫃屋尋找美食吧 GO 他們什麼事啦 啊 咪咪講 別抓狗別抓狗 接下來這間噱頭十足的貨櫃屋餐廳 保證讓你食指大洞 沒錯 你們沒有看錯 我現在真的是在貨櫃屋裡面吃東西喔 那在這邊呢 我們先歡迎我們的主廚Race 以及我們的老闆Mark 你好 哇真的很特別耶 因為它整個那個外觀就會讓人家覺得 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 那當初怎麼會有這個想法 會想說 餐廳會用這種貨櫃的方式呈現呢 因為我們本身來自溫哥華 那溫哥華跟高雄來講 我們是在地比較大的港口 那我們常常在港口出入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貨櫃屋這種東西 現在在國外來講 貨櫃是一個非常流行的趨勢 以英國 泰國他們都有用貨櫃下去 蓋住宅或是餐廳 所以我們想說在台灣用 以台灣第一個用貨櫃蓋餐間的概念 下去做這個動作 可是我覺得台灣人應該會有很多疑惑 就是貨櫃屋會很熱吧 而且會覺得會不會很封閉 那你們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這話我們就是利用一些擺設的方法 比如說以我們的裝潢來講 我們有很多落地窗 甚至我們家裡的冷氣 跟一些我們的材料上面 下去做隔熱的動作 這樣的話你進來也不會說太熱 或是有一個很密閉的空間 這樣採光上面也比較好一點 真的 其實我剛剛進到裡面呢 你會完全進到裡面的時候 會覺得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因為你外面看到是貨櫃嘛 但其實裡面是很精緻 鎖一種比較美式工業風的感覺 是的 千萬不要被貨櫃屋嚇到喔 走進室內 可是充滿濃濃的美式工業風啊 還有色彩繽紛的土牙牆 神動活潑 還有酷炫的重機 主要是要讓用餐的氛圍更加的happy喔 肚子餓了吧 主廚要上菜囉 那這一道沙拉它就是法式鴨肝 鴨肝 那我們採用的是匈牙利的那個骨骑鴨肝 然後經過我們的煎熬之後 切成塊狀 那跟我們的生菜跟我們的油醋 去做一個搭配一下 鴨肝 我其實主持這麼久我還沒有吃過鴨肝 因為鴨肝它這個口感它吃起來很像那個 它很像那種很濃很濃的巧克力 然後一次性會入口即化耶 是的 因為其實鴨肝很多種品牌 那我們有用過很多種 那到最後我們還是覺得說 匈牙利它這個品牌是我們比較喜歡的 而且我們也比較想要分享給大家 而且我從剛剛吃到現在 剛剛主廚也解釋了很多 這個鴨肝厲害的地方是 它到現在還在我嘴巴裡面回繞 它還是有那個香氣在 那像我們在吃的時候 我們除了可以單吃 而且我發現它其實也沒有特別說 你多加一些其他的調味料去調它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它就是一個很香很甜 但是它並沒有說什麼 可能加了很多胡椒或香料 因為它可以保持它最好的那個原味 餐廳所挑選的生菜 都是來自於我們台灣的在地小農 那是水跟植栽 那這部分我們也是當初在創立這家餐廳之前 我們一直從台灣四處各地一直在尋找 那最適合的一些生菜沙拉 那終於讓我們也找到了 那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水跟植栽 那其實它的口味上不會像一般的一些生菜 那麼苦澀 它反而會比較清甜 更適合當開胃菜或是全菜沙拉之類的 生菜沙拉搭配主廚的特調油醋醬 更增添了入口的風味 沒想到第一道就品嘗到這麼高檔的食材 實在太棒了 餐廳將料理設定為無國界料理 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因為我們不想讓大家把我們定位在具現一個領域上面 那今天我們做無國界料理方面的話 我們就可以走不同方向的食材 比如說我們可以走一些中式的料理 或是走一些義式的料理 那加上一些泰式的調味方法 或是法式的擺盤 這些都是我們想要去研發的地方 那主廚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有提到無國界料理嗎 那在我們餐廳裡面 可以知道哪幾個國家的料理呢 我們目前我們的餐廳的取向 是希望說有世界各國不同的元素在 所以我們目前我們的口味大概有 中日 義法 泰 還有歐亞 哇 這樣就有六個國家了耶 而且我們現在就有看到 我們面前這一道就是屬於義大利麵 它就是義式的對不對 是的 這道菜叫做烏魚子 還有起司義大利麵 烏魚子 所以它算是用台灣的食材 然後我們用義式的料理 對 好 來吃吃看 很夠味耶 它那個麵條都吸飽那個 汁的味道 而且烏魚子的味道很濃耶 一般吃烏魚子 一般大眾吃烏魚 他們可能都是切塊去吃的 那既然我們今天要做成義大利麵 做呈現的話 我們必須要讓烏魚子的味道 要徹底的融入在義大利麵裡面 所以我們不是先把烏好的烏魚子之外 把它研磨成粉末狀 那再加一些我們獨家的香料下去炒 然後我們的義大利麵其實都比較偏乾一點 那其實這樣的義大利麵 反而會讓食物跟壽司的味道會更明顯 那因為你義大利麵做得太濕 太湯湯水水的話 反而那個醬汁味道要分散掉 它沒有辦法集中在麵條上面 原來難怪我剛吃 我會覺得它非常的入味 而且它裡面你會覺得它有一個 你會有一種很衝擊性 是因為你會看到這個是一個義大利麵 但是你吃起來它是有那個濃濃的台灣味 因為它有蔥 蔥嗎 是蔥 對 因為我剛吃它就是有烏魚子嘛 然後還有加上那個蔥的味道 而且其實因為他們的烏魚子非常的新鮮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 義大利麵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邊想要問一下我們的Mark 就是像我們這邊啊 我們目前知道是貨櫃屋它有 一樓跟二樓的空間 那只有這兩個空間可以使用嗎 沒有 我們另外還有我們的戶外用餐區 因為我們在國外很流行就是在戶外喝咖啡吃主餐 那我們目前在台灣來講 大家的喜歡就只是在戶外喝個咖啡聊個天而已 那我們希望說利用國外的元素 搭配我們貨櫃屋的元素 讓大家可以在戶外用餐也可以吃個主餐 也可以過得很悠閒 那因為我們的地點來講的話 我們對面就是一個公園 所以在戶外來講 你不會遇到一些噪音 然後或者是一些油煙的問題 對 而且它外面就是一個很大 就是很大的公園 然後就是都是算是草地 所以你就會覺得這樣看出去 你會覺得那個視覺加上你面前的這些美食就很搭 而且吃起來就很悠閒對不對 對 而且你看它這裡還有一個 這真的很特別耶 這裡是你們的巧思之音 你們臉就是用到的 就是放我們食物的用具也都很特別 這也算是工業風 這邊有海鮮串 喔 海鮮 對 那我們海鮮串的蝦子 都是每日市場新鮮配送來的 都是活蝦 是活蝦 不是冷凍蝦 對 然後我們要特別介紹的是我們的牛肉串 我們都是用美股肥力牛肉去做的食物 趁烤你用肥力 對 它跟溫體肌 旁邊這個是 這是酸菜嗎 沒有看過耶 這個是蘿蔔 蘿蔔 對 你騙人 這怎麼是蘿蔔 蘿蔔白色的呢 你可以試看看 好 試試看 它真的是蘿蔔 可是它特別甜耶 對 那這個蘿蔔的話也是 我們餐廳特地去找的 去讓我們比較像台中西蘿那邊的 一些在地小蘿蔔 去跟他們做配合 那他們自己現在都有 獨自去研發出一些新的品種的蘿蔔 新的品種 所以這個 它就叫做綠杏蘿蔔 那一般人也把它稱之為青玉蘿蔔 青玉蘿蔔 對 它整顆蘿蔔都是青綠色的 綠色的蘿蔔 難怪我剛剛就看它的顏色不像啊 但它經過醃漬過後 所以它本來其實就已經看得出來顏色 因為你說皮好了 因為皮也看得出來它是有點綠綠的 對 所以是因為它本身是綠色 然後再經過醃漬以後 對 我想要稍微單吃一下 因為我覺得它的味道很特別 你們在醃的時候 是有用可能怎麼樣的方式去醃它嗎 我們是用一些醋 然後跟一些調味料 那用很簡單的方式 稍微去做醃漬 因為青玉蘿蔔本身 它不會有蘿蔔的嗆味 唉呦 我才剛要講 對 我想說為什麼沒有那個白蘿蔔 那個嗆 然後還有那種深深深的味道 它有蘿蔔的香 比較不會香 對 這個 我覺得也可以拿來單吃喔 可以可以 對 因為它很香 其實這個 主要旁邊搭這個 就是我們希望說 你們吃穿燒的時候 感覺比較浮膩 那就是特地做一些編製的小醋 讓你們稍微減一下 對 那我們剛剛吃完 我們下次很新鮮 我想要吃吃看純熟中的這個 對 厲害耶 超香的 它很有嚼勁 但是它不會讓你覺得很難吞 對 還有炭烤雞肉串 這麼歡樂的串燒 最適合三五好友一起分享啦 實在喔 太夠味了 再來喔 這一道主廚推進的料理 這海鮮味超濃的 它是算生的對不對 稍微表面給它做乾煎 對 這應該是生死等級了吧 它的確是生死等級 然後它是2L 2L是什麼意思 它算是乾貝裡面型號 算是比較大的 喔 所以剛剛我說我一般沒有看那麼大 是因為其實它是有分可能 M、L、XL、2L 對它是2L 所以它的量不多 所以有時候我們也是 是盡量跟廠商講說 盡量幫我們包包吃 可是乾貝 畢竟它要看日本那一邊 然後它的量多跟少 所以我們也是盡量去跟廠商去做要求 這個乾貝 它裡面 非常的嫩 然後你表面還是可以吃到 它那個比較屬於 有點一絲絲的那個口感 一絲一絲的 它是真的乾貝 才有辦法做到這樣一絲一絲的 好新鮮喔 而且它除了乾貝以外 其實它們主角算是這一塊 對 石斑 看到這個魚有多新鮮嗎 你看這顏色 這一塊石斑 欸石斑算海魚對不對 對 那麼我們每一次去做 去市場去挑的魚 其實它的品種都不一樣 所以也不見得每一次都是石斑 也有一些深海魚 也有一些海釣魚 所以我們這一道魚 其實我們在這邊目前還賣得還算不錯 對 因為我覺得像 有時候 如果像餐點做的這麼多 而且剛剛有講到還有用六個國家 有時候就沒辦法注意到每一個品質 可是沒有 它們每一道菜都是非常用心的去 就是每一道菜我們都把它視為主角 不會說我們可能以排餐為主 或是我們用一代麵為主 每一道我們都非常的用心欸 是 哇這個魚 而且你還可以說你每次來 你不一定說 就是可能每次我們來吃都是要石斑 可能我們下一次比較新鮮魚又是另外一種 對 我們都是以當季算 或是當天最新鮮的食材 對 好厲害喔 是嗎 有錢吃得大聲喔 這麼鮮熱的乾杯 你一定要來試試看 口好像有點渴了喔 那杯飲料叫做日落 那它裡面會有柳橙汁鳳梨汁 然後加上我們的蘇打 那在上面我們會再淋上所謂的紅石柳汁 這個是這個是用新鮮果汁吧 它算是 我們是用以調和果汁下去做的 那我們這個口感主要是做出比較清爽的口感 我覺得它有一點點像調酒 但是它沒有酒精 沒有酒精 所以這種的話就是 不管是小孩 或者是年紀比較大 或者是對酒精有過敏的人都可以喝 都可以喝 就是大大小小都可以喝 對 可是它喝起來就是會讓你有那種 它就是很像精品的感覺 它是喝起來有前中後味都不太一樣 因為它本身就是 你光在喝之前你就聞到那個香氣 對 那我們也是以漸層的方式下去呈現 讓它會有不同層次的口感 這一杯的話就是我們的招牌熱巧克力 那我們店裡的熱巧克力有兩種 一個是比利時熱巧克力跟招牌熱巧克力 那我們的巧克力都是以 可以存70%的比利時熱巧克力下去泡製的 那招牌熱巧克力裡面 它多加了一個蒸果巧克力 讓它比較不會那麼苦澀 因為70%的巧克力 其實小孩子來講 他們覺得會比較苦一點 那大人的話就是比較可以接受 我們的比利時熱巧克力 餐廳還有包廂區 讓團體可以聚餐 另外還設有貼心的產障設施 以及戶外的用餐區 也歡迎顧客帶著你的毛小孩 一起來同樂喔 趕快來分享這五國界的料理吧 嘻哈高雄我們下次見 掰掰